人嫌桂花落 夜静 春山空 月出金山鸟 石鸣春剑中 这是唐代诗人王位的诗 鸟鸣剑 寂静的山谷中 只有春桂花在无声的飘落 宁静的夜色中 春山一片空际 月亮升起 月光照耀大地时 惊动了山中的西鸟 他们在春天的西剑里不时的鸣叫 这首诗描绘山间春夜中幽静而美丽的景色 错重于表现夜间春山的宁静优美 全诗只在写静 却以动静处理 这种反称的手法极见诗人的禅心与禅趣 王位在他的山水诗里喜欢创造静谧的意境 这首诗也是这样 但诗中所写的却是花落 月出 鸟鸣 这些洞的景物 既使诗显得富有生机而不枯寂 同时又通过洞更加突出的显示了春剑的幽静 人嫌桂花落 夜静 春山空 月出 金山鸟 石鸣 春剑中 月出 鸟鸟 石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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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鸟